大家好,我是劉仁跟宇泰皮特 今天晚上,你現在要吃什麼? 好啦,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那種食不下咽的感覺 今天劉昂透著跟大家分享一道西班牙夏天專門喝的湯 叫西班牙番茄冷湯,甘巴酒 基本上呢,它是西班牙當地算是非常傳統的食物 那它的製作方式也非常簡單 當然它的變化性也很大 那主要的有番茄、甜椒、小黃瓜 隔夜的乾麵包 以及一小顆的大蒜 橄欖油、雪莉醋、涼開水 然後呢,鹽、胡椒 以及一點點的孜然粉 首先呢,番茄,直接把它對半切 然後呢,去蒂頭 將我們的番茄切塊,大塊的番茄 假設你今天想要讓你的甘巴酒喝起來更加的細緻的話 比方說我是建議你可以先用滾水 然後去除番茄皮 讓它的口感會變得更好 基本上呢,番茄冷湯它真正美味在於 你必須要使用比較成熟一點的番茄 因為它的味道才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做烹飪的一個動作 那基本上番茄冷湯喔,它是來自西班的 Andalusia產區的一個傳統料理 那因為Andalusia那邊非常的炎熱 一年365天有300天都是日照 而且平均年溫呢,大概在25度左右 因此你要在這麼炎熱的環境下 讓大家能夠喝湯其實是比較難的 再加上另外一點 基本上歐洲人很少喝湯各位知道嗎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經常到歐洲旅行的人 尤其亞洲人會非常的痛苦 因為沒辦法喝熱湯 好,首先呢,我們把番茄切好之後呢 直接放到我們的果汁機裡面 來,接著甜椒 把裡面的這些紙先把它去掉 因為這會有苦味 一樣隨便切一切就可以了 一樣全部齁,都裝好下去 那接著呢,小黃瓜 為了讓口感更好喔 那大部分他們的小黃瓜都會去皮 所以我們這邊也把它去皮 反正為了口感喔 最後我們都會把它再用塞子過濾一下 讓它的口感更加的綿密 那記得隔麵包切丁 弄好嘞 等一下,你麵包也把它丟進去 是啊 因為西班牙的番茄冷湯 它是加了麵包讓它產生稠度 所以它的稠度其實不是本身的這些所謂的蔬果 而是加麵包 那最後呢,再加一小顆的大蒜 那加一點鹽 胡椒 紫蘭粉 那一般來講他們都會用雪莉醋 因為西班牙冷湯它是來自Andalusia Andalusia是專門生產國寶酒、雪莉酒的產區 所以他們都會用雪莉醋 那今天牛王師手勢使用的是另外一款的 Melo的紅酒醋 然後還有大量的橄欖油 這個油不用錢 基本上橄欖油對身體是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而且它的稠度除了剛剛講的麵包以外 橄欖油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然後接著加上 然後開水 基本上大概八分滿就可以了 但當然你加越多水 它的稠度就越稀 你加越少它就越稠 那依個人的口感喜好可以做調整 那即將加冷開水或是加冰開水 因為我們在打的過程當中它會變熱 所以呢為了讓它口感更好 所以我們盡量用冷的開水 好 把橄欖油呢 然後打成像這樣補泥狀就可以了 那為了要增加口感呢 我們兩手是會建議 稍微過濾一下 它喝起來味道會更好 現在做的動作是 讓它過濾 然後讓它的汁液更加的細緻滑順 好 把渣過濾掉 就像這樣就完成了 非常濃稠 那一道非常美味的干巴丘就完成了 好 那剛剛有提到 干巴丘是Andalusia當地的傳統菜社 那一樣秉持著第九配例子的概念 今天的流行手是一樣是準備西馬的國寶Sherry 來做搭配 但這次喝的Sherry呢 比較不太一樣 我們這次喝的是Fino 在上一集我們有講到 雪地酒呢 一共有十種類型 那Fino呢 是完全不甜的類型之一 我們今天要喝的是來自於 當地非常大的雪地酒集團 Valaspino這旗下的不甜雪地酒Fino 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搭配我們的干巴丘 喝看看吧 基本上呢 Fino它是一個生物氧化成年的雪地酒 具有非常特殊的氧化味道 而這個氧化呢 基本上是由酵母菌所產生出來的フラウ 那這フラウ呢 會讓葡萄酒可以保護它的作用 而且可以增加它的風味喔 哇 非常的清爽 而且具有一些非常美好的酸度 像青蘋果 還有一些新鮮水果的調性 甚至帶有非常明顯的海水跟海鹽的味道 在當地他們也會用Fino來搭配炸海鮮這樣的食物 那我們來喝喝看吧 稍微把它攪拌均勻 哇 非常的涼爽 而且呢基本上你加了麵包 加了小黃瓜 基本上它的番茄味道其實不會那麼濃 而且雖然我們剛剛加了很多橄欖油 可是你一點都不會覺得它很油膩 當然如果它溫度再更低一點 冰涼一點會更加好喝喔 那很多人他們都會製作完之後放冰箱 想喝的時候呢就來一杯 其實在這麼熱的天氣喔 你要吃飯又要喝糖其實會有點困難 那事實上喝這樣一碗非常冰涼的橄欖酒 同時讓你補充了蔬菜又補充了麵包 是不是一舉兩的呢 海水的味道特別的鮮明 而且可以引發出番茄冷湯的風味 讓整體變得非常的香甜可口 一點都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那如果你喜歡流浪壽司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那也別忘了追蹤流浪壽司的Facebook跟IG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炸到底有什麼炸啊 就跟炸男一樣炸 其實我剛覺得說你加那個麵包進去我覺得很奇怪 不會這是很正常的 會比較醜 奇妙的口感 對 但你可以吃吃看這個 這就比較稀致 有時候會網友說奇怪 你們家製作人怎麼每天都跑出來喝東西 對啊 天啊外都不一樣耶 這比較稀致 喝起來會比較優雅 但是喝起來就比較醜 你知道那個感覺是什麼嗎 像什麼 這個啊 很像是 呃 這邊不能剪 那我們再來一次 哇好細緻耶 很滑順 跟水一樣 我沒有看過這麼自然的演出